前幾天我覺得 我會想要 應該比較像是男生也看得懂的妝 重點 最大的重點就是 男生很喜歡女生皮膚看起來要很好 那今天畫完的妝容就是這樣子 就是臉部有很漂亮的光澤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首先先用Tom Ford的氣點 玫瑰氣點 然後先用手去把它拍點開來 因為它質地比較厚 所以它點拍開來再用海綿輕彈 它質地會變薄之外 它的遮色度跟校色度還是會在 還是會很漂亮 就是用彈開拍打的方式 你看它還是很漂亮 那因為約會就是要 比較持久的底妝 但是又不要太誤感 因為前面有講到 男生還是喜歡女生皮膚要有光澤 然後很像皮膚很好的感覺 那海綿也是一大重點 就是你在用的時候 你要用彈的方式 就是用跟剛剛前面的方式不太一樣 現在就是要用點拍開來 然後讓底妝由內到外它的薄度會 在最外側是最薄的 好 那眼周的話呢 就是一定不能卡粉 Shallet Tilbury的遮瑕是薄 但是又有遮瑕度 所以我會選用它在今天 那打亮我會用肌膚之藥的 這個超好用 所以它也可以帶在身邊補妝 因為它帶有一點粉粉的顏色 需要打亮的地方 它遮的都還不錯 然後妝感也很漂亮 然後有一些外側類狗 也可以遮得掉 好那今天用BabyC的蜜粉 然後海綿沾濕之後 再去把蜜粉沾勻 在海綿上面 那我會先從眼下 有上遮瑕的地方 先開始定妝 那它的蜜粉量就是會 薄薄的 但是又非常紮實的 貼在你的臉上 所以比較不容易脫妝 但是皮膚還是會有光澤度 今天要來畫是 簡鈴的眉型 所以會比較粗一點 那先把眉毛書順了之後 先從深色的眉粉開始 加在眉尾 因為我眉尾比較沒有毛 所以會加深在眉尾之後 再用淺的顏色 去刷整個眉毛 然後再用眉膠 我會加強在中央山脈的地方 跟輪廓的地方 輪廓之後 眉尾就不需要再去拉尖尖的 因為拉尖尖 會有一種化妝的感覺 那以色的眼線膠筆 顏色很剛好 不會太深也不會太淺 是有眼神的 然後也蠻好畫的 然後我眼尾也會拉長一點點 然後再用我最喜歡 Dust Shop的眼影洞去打底 這樣子眼影的妝感就是會很薄 不會全部都是粉感 那今天這一盤顏色我會選它 是因為它的顏色看起來很溫柔 但又不會太可愛 然後光澤度也很漂亮 不會太誇張 但是看得到還得光澤度 然後眼下我會用深一點點的顏色去勾勒輪廓 然後我會先胡開一點點 讓它更自然 然後再用另外一盤去做打亮 它的光澤度真的超高級的 然後再打在眼頭到眼球中間下方 今天睫毛我會稍稍夾一下 然後是靠燙睫毛器去把捲翹度燙出來 就是根部然後到中段要用壓的 它就是會翹 就是讓它比較硬一點 這時候就可以再擦睫毛膏 然後睫毛膏的話 根部會用Z型 到上面的時候是把它拉出來 翹就是順著你的睫毛毛流去刷 其實跟染眉毛的概念是一樣的 然後下睫毛是用比較斜斜的方式去沾它的睫毛膏 它就是會一根一根都沾得到 然後就會很像扇形煙火綻放開來的感覺 很漂亮 今天重點是若有事物 所以修容跟腮紅都會選SUKU的 有輪廓但是又很淡雅 我不得不說男生真的很喜歡粉紅色的腮紅 所以今天還是會挑底色是粉紅色的 但是因為眼妝還蠻有重點的 那眉毛也是 所以腮紅的顏色還是會淡一點點 有就可以了 不用到跟眼睛的濃度一樣 這顆是會刷粉色腮紅的人 我覺得還蠻必備的 它疊在腮紅上面 光澤會非常的漂亮 口紅我會選脫妝之後不尷尬的顏色 基本上就是選跟你的唇色接近的顏色 那它質地也是比較紮實的 所以抿開之後先用手推開 然後再選比較潤的護唇膏或者是唇蜜都可以 然後再疊加在上面 到時候補妝只要用護唇膏或者是唇蜜去補中間就可以了 不會尷尬 希望這個影片可以幫助你們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那我們下次就再見囉 掰掰